你吃的牛肉确定是蒸牛肉还是加工肉呢 尤其像这种高价位的和牛 肉质非常的细嫩滑顺 然后它的奶油味很浓厚 几乎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到处都是这种标榜和牛的餐厅 其实严格讲它只能叫做和牛级的餐厅 就是非真正的和牛 而是一般的柱子进去的柱子牛 让口感变好 它是合法的 但它不是原肉是加工肉 让你以为真的是吃到和牛 或者是吃到了像是高档的雪花牛 让人傻傻分不清 从7月1号开始 食药署就规定商家或餐厅就必须标出柱子肉 如果你不是真的和牛要标出柱子肉 让消费者知道 怎么样才不会是付了高价的费用 但是却吃到的不是真和牛呢 我们将你来辨认 这个针管在注射的时候呢 它就顺着这个牛肉的血管的纹路 然后它穿透的血管旁边 然后它就吸附在血管的附近 我把这个牛肉做好的牛肉急速冷冻 那这个时候脂肪它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白白的脂肪出来了 我们就把它叫做人造大理石纹路 这种柱子的成分会添加乳化剂 味精加工淀粉增黏剂让脂肪塑形 它有一个学名叫做辛西基丁二酸钠淀粉 等于是吃尽了一堆的添加物 下到火锅汆烫之后会和假脂肪一起溶解 难怪有人说这汤头最好是不要喝 如果要是蔬菜农药残留没有洗干净的话 讲白一点这就是一锅毒汤 市面上的火锅汤头真的要少喝 长久喝蓄肌体内会有风险 例如说痛风 我有朋友每次喝的这种大锅汤火锅汤回去 就痛苦的发作 再让大家看仔细一点 右边是一般的牛肉 左边是柱子肉 我们把同样重量的柱子牛肉和原肉密封 隔水加热把油脂溶出来 上面的柱子牛肉的油脂含量是非常明显 比正常牛肉还多 接着测试酸价 正常是2 但市值显示超过了3接近4 只要是超过2的话 颜色变黄绿色就表示这个是柱子肉 它的油品质不新鲜烈化有问题了 就怕油脂酸败 这种酸价市值是用来测量油脂中油脂酸的含量 当油脂烈化酸价上升 代表油的品质就会变差 会持续的释放 油脂酸脂肪衍生过氧化物过多 那就越容易自然和肝病变 它可能是使用 就是品质比较差的牛油或是猪油 或是使用那种混合的 比如说动物性的油跟植物性的油混合的 因为为了降低成本 依据食安法22条规定 融合两种以上的食品添加物 应该分别标明添加物的名称 但是我们包装上没有看到它标加工肉 也没有看到标出添加物的成分 不知情的人会以为这个是圆肉 把圆肉和猪脂肉盲测一下 你猜猜一般人会喜欢哪一种肉呢 这种吧 它就是比较嫩 吃起来松松软软 结果加工牛肉比正常牛肉受欢迎 味蕾让你分不出来 而对于一般的连锁火锅店 那种有和牛吃到饱的可能要当心点 为什么我们在马路边呢 因为现在要带大家去一个知名的连锁火锅店 去买肉 这个肉上面油花的分布越均匀 大家就觉得这个肉呢 吃起来Q弹又嫩很好吃 但如果告诉你说 这个肉上面的油脂 是人工注射进去的 注射进去的 它不是原肉 你会不会觉得被骗呢 我们现在就来到一家 这是跟政府官方登记为注射肉的店家 先来采买 你们是什么牛吗 牛奥牛 是飼料牛还是草食牛 主要是草食或骨飼 牛很少就是飼料 它叫低级牛 对低级牛 等等我们要买的是 有油脂分布的雪花肉或和牛 老板还很阿沙利 拿出冷冻一大块硬邦邦的雪花牛肉 把它切片直接弄一盒送给我们 就说如果吃了好吃的话再来买 但是根据我们私下了解官方登载的资料 这里有下卖和牛级的柱子牛肉 但是当我们跟他说要买 他说没有卖了 难道是有自知之名吗 我们再到一般的超市来买真正的原肉 一起带到肉品专家 就是一位教授的家里面 桌上看到的四种是大家常看到的肉 那这位教授是中央官方的顾问 不方便露面 所以我们就并应处理 这个就是圆肉 然后这个是雪花牛 这是我们台湾的猪肉 这个油脂是没有那么密密麻麻 那这个肉是低级 如果是柱子肉的话 如果店家我就是不要让消费者知道 或我隐瞒不讲 他大部分会用在所谓的高价肉 就像和牛 真正的和牛A5类 其实他只有那一小块 那一小块就价值十几二十万 那其他的肉还是和牛 他只是不是最好的那个部位 那一般他们就会用柱子的方式 让那个河流的味道提升 也就产生那种雪花感 什么柱子 柱子其实像一般的家庭里面 我们在腌制肉类的时候 会用这种器具 对 他等于是把这个器具 变成一种工业化的制成 他一样是把油 而且他那个油已经是液化的 不是固态的油 在控制一定的温度下弄完之后 他就是这样这样 他压已经是涂体完了 所以他其实他的弹性已经缺乏了 那他就会有一块一块一个洞 但是在冷洞 或者是冰纤冷藏上 你是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一旦让他变成室温之后 因为他的油里面含有他的生物胶 它黏着在肉的旁边 你变成正常的脂肪都化了之后 这一块脂肪就不会化了 所以产生一颗鸽柱状 所以是蛮有分辨的 你看哪一个是虫竹肉 看到没有 一条 就是生物胶在里面 那像这个是台湾猪肉 这台湾猪肉就完全就真的 对啊 他就不均匀的油花分布 完全都很不均匀 所以要多吃台湾猪 而且它是很不均匀 看起来每一片都长得不一样 以这一桌肉来讲 这个是原肉 这个也是原肉 但这个就不是原肉 是加工肉 那这个是美国牛肉 美国大概就是炒四牛 因为一般低脂都是炒四牛 它应该也是原肉 它是原肉 但是可能有莱克多巴胺 炒四牛美国比较少 莱克多巴胺通常是在牛 像我们吃很多巴拉圭的牛肉 都是炒四牛 我们炒四牛主要是澳洲巴拉圭 这些都没有莱克多巴胺的添加 不论是虫组肉或柱子肉 都是加工品 添加进去的 别以为是原肉 那必须要煮熟吃 烫熟吃 但是我们牛排常说 要五分熟 七分熟 这个其实是有点风险 除非你知道它是原肉 那尽量是熟着吃 然后教授说 虫组肉的黏着器 竟然跟黏假牙是一样的物质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 就生日焦类的东西去黏着 那个假牙的 假牙的也是用那样 但是问题都还好 那个反而就可使用的东西 虾蜜啊 竟然是跟黏假牙是同样的材质啊 他就说不要吃太多 但是不要吃太多的前提是 我必须要懂得如何分辨啊 这种添加油脂的助脂肉 其实就跟早期有不肖商人 用水灌进了猪肉里面 增加重量 然后多卖钱是一样的效果 现在呢注入脂肪 你以为是雪花遍布的高档和牛 或高档双胀牛 其实呢还有一招辨别 就是直接问店家来源是哪里 因为真和牛或者是高档的雪花 牛双胀牛都是由产地证明的 还有就是助脂牛的雪花样的这个假脂肪 在解冻之后摸起来会凸凸的 和瘦肉的部位不是在一样高的水平 而真的和牛解冻之后摸起来 脂肪部分和肉是平整的 那还有表面刮起来 如果是血水和脂肪一起出来 那这就是真和牛了 如果表面刮起来是白白碎碎的脂肪 那这个脂肪就是假的就是助脂牛 如果有餐饮教授或食安专家 愿意出来跟你说明白的话 那真的要多多感谢 因为这是断人财路啊 有教授因此就接到了电话 恐吓说你少讲一点不然看薄的啊 同样是加工肉 还记得以前在店家门口都会看到 它是不是用虫组肉大家能够辨别 那现在怎么都没有看到呢 食药署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眼可以看出是虫组肉的 就不必飙 像是鸡块肉丸鱼丸 但是如果看不出来的 就必须要飙虫组肉 但是现在没有店家再飙了啦 就像在助脂肉一样 一开始官方如果在宣传就会飙 但时间一久 大家可能就不会飙了 因为谁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只能够靠你我多了解辨识的方法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 并且我们现在来工商服务一下 现在这个疫情其实并没有降温 还在升温当中 拥有非常多的不明传染链 这个时候您需要万万水神来保护您 那么其实像这样子 如果您家里是比如说开小吃店的啦 或者是有一些餐厅的啦 有客人会进进出出 或者是您可能是加盟像是餐饮业 或者是像饮料店都非常需要水神的生成机 让您可以大量的使用水神 包括像是美容美法啦 美甲电啦 卖场啦 工厂啦 食尚邮局通通都很适合 因为要长时间保持是消毒安全的状态 等于说在防疫期间 用量会比一般的时间来的更大 这个时候您需要方便的补充 就需要在我旁边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磁氯酸水的生成机了 这个生成机呢 会让你的防疫变得更方便 而且呢 像小小的一台 不占空间 比家里的饮水机 再小一点点 所以且放在办公室啦 家里啦 房间啦 客厅啦 饭厅啦 都很适合 那么呢 这个三分钟之内 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哦 一瓶方便使用 而同时想告诉您 现在如果您下定 您就会获得价值将近六千块钱的水神物化器 同时还会送您四瓶电解液 非常的方便 当然记得哦 您在中天的快点购 购买任何的商品 记得要打这个 我们的这个推荐的代码 就是让您可以打折的代码啦 CTI717 就会有非常棒的优惠 好 再不多说 赶快到现在呢 先去我们的中天快点购 挑选商品 有任何想知道的食安议题 请在下面留言 记得订阅中天电视哦